直線叫做 短短一秒鐘 就算是短短一秒鐘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親口對他說 因為那短短一秒鐘 就像是短短一秒鐘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親口對他說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擁擠所有美好夢想 就算和別人相擁 你每一個小工作 為了他不用你牽叫 為了他不用你叫 不算乎他們和我一樣 貪戀你的微笑 為了他我往前衝霸 再多的人我也不怕 我最愛的吉他 是今天的我實現 叫做 短短一秒鐘 就算是短短一秒鐘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親口對他說 因為那短短一秒鐘 就算是短短一秒鐘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親口對他說 我愛你 我愛你 我用盡所有美好夢想 想不想和別人相擁 就算和別人相擁 你精彩的假動作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擁盡所有美好夢想 不想和別人相擁 你每一個小動作 謝謝 好,未入營之後 天堂歌曲 我們看看這十二位情侶 請舉牌 請舉高一點 因為有的是舉在下面 好,有九張牌,不錯 請問一下舒俊老師覺得 他表現如何 第一個 我要跟你講 我有一位親哥哥 他是愛爾蘭樂團的一個主唱 他叫Youtube的主唱叫Bono 他是我親哥哥 他跟我有一件很像的地方 我們都是吉他彈得怎麼樣不知道 但我們常常都會背吉他 然後耍出很帥的姿勢 所以你這首歌 我覺得你好可惜 對,你明明唱一個吉他手 其實你不見得要彈 但是你今天的舞台就缺那把吉他 而且我也沒發現 你有什麼別的表演方法 所以太可惜太可惜了 你抱著一把吉他 然後做一些漂亮的姿勢 或者動作幾個就可以了 絕對會讓你這首歌加分 會加很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是給你一個建議 第二個,像這一類的歌曲 我們稱之為幾簡自然風 我要舉個例子 可能Roger老師更適合 但是不好意思 我先講我就講了 就是說 淡妝其實是最困難 淡妝畫的要讓人家覺得我沒化妝 其實有畫 這種歌就是這樣 聽起來像沒技巧 可是處處是技巧 因為它不像一般的歌曲 就很明顯它要耍一些技巧給你聽 它就是一氣呵成 每一個音都短短的直直的 但是它串起來 無聊跟極簡就差這麼一點點 所以你這種歌要非常非常小心 雖然你有個傾向喜歡這種歌 但是這有時會讓你不小心就唱不好 那還好今天你擦那個不小心 只差一點點 好 謝謝 他也變成時尚專家 我們先來看看分數好了 我們看看評審的給分 為如雲的演唱第一輪天堂歌曲 得到的分數是 舒俊老師的差一點點 似乎雨帶玄機 如雲能拿下高分嗎 議會的荒場表現 讓老師當場發怒 阿芳星光大會 如雲將他對吉他手的愛戀 化作音符 這能為他創造佳機嗎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擁擠所有美好夢想 就算和別人相擁 你每一個小都走 為如雲的演唱 第一輪天堂歌曲得到的分數是 七十七分 好 Roger老師贊成了 陳其珍的歌大部分屬於量身定做的歌曲 那我覺得雖然你跟 你很喜歡他 你也想跟他走同樣的方向 你就要開始去更清楚的知道 知道自己的優缺點在哪裡 然後幫自己量身定做 一些適合自己的東西 你才能夠就像剛剛舒俊老師講的 化淡妝 每一個人的皮膚的狀況也不一樣 不一定這個人化淡妝好看 主全盤的可以適合你 那中間一定有些許的微調 調整 那如果你能夠找到幫自己量身定做的方法 去詮釋一個歌曲的時候 不管是穿衣服 不管是化妝 或者是唱歌 都會達到一個更美好的境界 我覺得你可以再去把這個消化一下 謝謝 謝謝葳姨 葳姨的這位男生 Man哥請出列 大家好 大家好 Man哥你的天堂歌曲選的是 我選一首歌是 海洋 陳建年當初就是用這首歌打敗了歌神 對不對 海洋讓人有真的 好像要唱到 讓人家看到大海的感覺 你喜歡去海邊嗎 我喜歡 然後也喜歡就是很自然的感覺 對 那要不要不要穿衣服唱會更難到海邊的感覺 好不好 好 好,想像自己的感覺 想像一下 把大家帶到海邊去 掌聲歡迎Man哥的海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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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李宗盛